美国总统拜登协同第一夫人22号搭乘空军一号抵达夏威夷 随后召开记者会并向灾民表达慰问 世界火很早夏威夷夺走超过百条人命 目前仍有近千人下落不明 拜登不但之前在德拉瓦州度假只字不提灾情被劈冷血 相隔14天后才抵达现场勘灾 车队行经重灾区拉海纳时 虽然有民众取牌热情接待 却也有人双手比捣赞 甚至直接伸出不雅首饰问候拜登 法府就在漫拜拍哀哄 当地原住民长期以来水资源被严重剥夺 导致美水扑灭火势 也让拉海纳居民愤慨奶奶 19世纪中期美国和欧洲殖民者 靠着夺取原住民水源 在夏威夷大量种植甘蔗 靠制堂一系致富 虽然1993年时任总统柯林顿 公开为黑历史盗窃 但随着观光业逐渐盛行 水资源辗转被私人企业控制 隔了两周拜登才清抵灾区 不仅引发部分民众反感 寻人未解的水资源争议 更如同恶度伤害 让灾民更加难以走出天灾伤痛 三例新闻谢天后报导